结果我那天决定要下单的时候呢 发现对不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有点倒式的感觉 那现在呢我们再试一下 连印象是什么样的效果 很早了 我可能10月份还是11月初买的 然后我是特地让它空中过来 但是呢它这个空中说好了的是 好像是5到10天能到 可是它真的走了 不知道我多长时间 反正已经过了这个最佳的万圣节的时期嘛 这个呢是我最新在Amazon上买的一些东西 首先呢我把我买的东西呢 分为了两拨 第一拨就是桌上的这一些 我在Amazon上买的 第二拨呢就是我在淘宝上买的一个 全套的古装 因为我比较期待这个古装 所以我打算把它放在第二拨 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如果你是练拳肌的朋友呢 你就知道它是做什么的了 这个呢是一个绑带 我们在练拳之前呢把它绑在手上 就会起到一个保护手腕的作用 那其实我在平时练倒立的时候呢 我也会明显感觉到 这个手腕啊 受力太大就很厚 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在平时练倒立的时候 也可以用上它 这个呢是我超级开心的一个duo 就是我之前看到Best Buy在打桌 是大概是99块99 它原价好像是169吧 然后呢Amazon上也是一样的价格 我当时在想啊 会不会到了这个黑五的时候 它会更便宜呢 所以我纠结了一下 但我同时也觉得 以往的经验来看 有时候黑五的duo还不一定有这个好 我就多纠结了大概一两天吧 结果我那天决定要下单的时候呢 发现Amazon上多了一个选项 就是你可以申请一个扑胖 可以减20 所以我这个就超级赞 我花了79块99 就把它买到了 就是睡前嘛 这个它应该是寄错东西给我了 因为我买的不是这个颜色的 而且我发现它可能给我的东西还是错的 我一会儿要检查一下 这个呢其实是 这个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练裙机的沙袋 这个其实也很便宜 大概二三十块钱吧 然后它是可以注水或者注沙子的 然后同时呢还给了我一个打气的 但这颜色真的好难看啊 我不喜欢 我觉得你把它给推了 因为它不是我买的产品 看我买了这样的东西之后 就知道我未来的这个计划 就是尽可能在家里面待着 而且在加拿大一到冬天就很冷嘛 所以基本上就进入了一个冬眠的状态 这个分享的大概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非常的不满意 这个超级满意 这个至少我很喜欢这个 而且可以保护我的沙袋不受伤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最期待的部分吧 这是我第一次买汉服嘛 我才知道原来汉服不是说买一套的 它是单件嘛 就是每一件多少钱 而且呢 这些都是可以混搭的 就是你可能看这一套还挺好看的 你可以在这个 它可能为了方便你啊 你就可以一套都一起买 然后只是一个一个加进去 但同时呢 如果你在未来有一些自己的爱店 你可以把这里面其中的单件 去匹配别的一些服装 也是一样可以使用的 这次我买的是敦煌系列的这个色系 其实本来我是想买那个露肚奇的 后来我担心会不会太冷 因为考虑到加拿大 它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呢 室内就特别凉了 因为它的这个冷气像不要浅一样 冬天呢 又是你也知道在外边就更凉了 所以呢 我就买了个厚一点的 但是后来现在想想吧 就是没有了敦煌的特色 而且我身材也挺好的 没关系 之后吧 架子再买一样的 这是一个 哦 这个是我最开始就是看到的 我当时很喜欢这个 它是一个外边的袍子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感觉很清新淡雅 而且它上面的花纹也挺好看的 是那种小鸟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汉服 它们就是做得很好看 但是仔细看它的上面的花纹啊 就显得特别的现代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韵味的 一会儿穿上去给大家看吧 这个系好了呀 这个是一个外套 哦 这个呢 是一个裙子 它是这样的 它可能需要系绳子吧 我还第一次穿这个 一会儿我得看一下 然后一样的 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的嘛 所以它上面一定要有这个 摇箱呼应的设计元素 就是这个小鸟 燕子 对 这个是个燕子 它一样的颜色就是 有黄色 橙色 还有这样的一个绿色 当然还有白色 哎呀 它这个还是刺绣的嘛 这个刺绣也挺好看的 而且我觉得刺绣会比较有质感一点 我在网上还看了 就是刺绣跟这个 有一种硬的 硬在上面 就像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就我发现原来刺绣 价格会高很多 然后是 这样的一个小吊带 其实我买了之后 我有点担心 这个小吊带 会不会质量不好 会不会是那种 质感很粗糙 但摸在手里感觉还不错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上衣 那它呢 到时候就是 上衣就配着这个吊带 然后一穿 我一会儿穿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就来了是一些 配件吧 先看这个吧 这个是我买的 我平身第一次买假发 这应该是一个刘海 因为我去年自己 还有剪过刘海 我发现剪完之后特别后悔 所以我觉得我之后 可能都不想再剪刘海了 我宁愿买这种假发贴 假装自己有刘海 而且呢 还显得自己发量很多 我的天哪 第一次 就是摸这样的一个假的头发 我不知道 它是真的头发 还是假的呀 跟我自己的头发 感觉还有点像 因为我很喜欢看恐怖片 我觉得 这个特别像 恐怖片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感觉我记忆个儿 都有点起来了 因为它这个真的蛮真的 还有弹性的 我头发也挺有弹性的 下面呢 我们来开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假发 我的天哪 我还从来没有戴过假发 它好贴心啊 它有送我这种 叫什么这种夹子 奶奶夹吗 这叫 它这上面是有那种 稀稀的网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见 可能有点看不到 它会在这个上边 拿一个网 把它套住 这样以防这些发丝走出去 好像还不错啊 长这样 然后还有两个像拆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它可能用的时候 可能刷到一起 但同时呢 我也可以说 只带其中一个呀 对不 就我可以单独 头上插一下这个 本次开箱呢 圆满结束 那我现在呢 就要去试一下 这个衣服呀 头饰呀 怎么去使用它了 我看淘宝上 并不是像我穿的 这么中规中矩 它是那种 还把它这样一下 就是可能有一点那种 大漠风情 然后再来吹个风 这时候就好希望 旁边有个朋友 可以帮我那个 鼓风机吹一下 但这样穿的话 可能有点太青龙了 我觉得 我达不到 网上那个图片的效果 所以我就只能够 中规中矩一点嘛 咱们也是演一个 大家闺秀吧 现在呢 我要试一下 这个头饰 哦 啊 我知道 它这个真的是很像 我们非常小的时候 一个传统的一个东西 你看啊 就是这样一下 它夹紧了 再这样一下 它就松了 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戴 宝太是卡着的 所以我应该 这样吗 你看哦 它这个夹子还有两种 一个是这种 紧 一在一起的 一种是开着的 我的天哪 这是惊叹的 这个东西 我真的可以是玩一整天 哎呀 我觉得我这样 我不戴假发都可以啊 对不对 哦 我好像 李莫愁呀 是不是我得 先弄个小发纠账 它才可以 弄进来呢 说实话 我觉得我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 还有点道士的感觉 这下应该可以了吧 太好玩了 我要 安利我的 身为所有的女孩子们 当然男孩子 也可以起班了 我不太适合刘海 这样显得 我现在的脸更大了 好臭呀 这样 我还是喜欢原来的自己 刚刚发现这个 我得给它个插瓶了 它都掉了 我觉得我这样好臭呀 我得把它摘了 看这个它是断裂的 所以就是为什么 它这个也掉下来了 总之呢 这个就是 哎呀 哦 又是一个搞笑视频 它已经跟我头发 缠到一起去了 我现在得拆头发了 本来还想说 带着所有的头饰呀 然后假发呀 给大家录一个video来着 我觉得我现在做不到 成绩做不到呀 我先把它拆下来 看看能不能直接 不带他们来做视频 我觉得还是不带刘海的 会比较好看一点 是不是 还夹着呢 好吧 那我就还是回归正位 刚刚把这个线给拆了 我先试一下 它有没有电吧 看样子是没有 那我先冲一下电 因为它只有这个线 所以我们还得自己 配一个头 现在呢 我们试一下它的音效 先开机 我们可以试一下 在没有连音箱的时候呢 是一个什么的效果 那现在呢 我们再试一下 连音箱是什么样的效果 这个Boss Color 2 应该就是我的音箱了 所以连一下 我自己的感觉呢 就是它的声音 会显得更立体 更饱满一些 那本身其实iMac的音效 就已经很不错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呢 可以再给大家感受一下 Mac Pro的一个音质的效果 我们先把这个声音 变成跟iMac一样的三格 现在呢 声音是调好了 我们就可以再感受一下 就能明显感觉到 Mac Pro的声音 会显得更单薄一些 对不对 我这个业余的评测呢 算是做好了 希望呢 可以给你点参考 对你有所帮助 以后呢 我也会继续努力 给大家录制一些 有趣的 有用的生活小片段 如果你喜欢我 今天这支影片呢 一定要记得 关注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也欢迎给我点赞留言 希望呢 我们都可以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加美好 我们一起努力吧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